腾讯体育10月26日是凭解赛季初的强势发挥,斯蒂芬库里进入了MVP争夺战,但伊哥达拉,凯文杜莱特都不太看好库里能拿到生涯第三个MVP, 因为在外界看来勇士太强,评委又不愿意总将MVP翻发给一个球员,他们想要点新鲜感,NBA正视频直播,凯尔特人,VS雷霆奥文打仗为少库里,此前曾染火场归赛,MVP赛季前无场比赛,库里场均空下34.6分,6.8次助攻,4.8个篮板,投篮命中率高达55%, 3分命中率达到52.4%,罚球命中率90.9%,数据华力且高效,赞一场打奇才,库里使用了三节变头重,11个3分,拿下51分, 赛后,库里被问到了关于MVP的话题,他坦言,倘若本赛季能拿到个人生涯第三个MVP,那一定会非常特别,我不认为库里是为任何奖项而打球, 但是他也是个骄傲的球员,毫无疑问他会看到外界写的那些东西,杜兰特也是,我们都是,勇士主帅科尔说道,我们知道外界说了什么, 当杜兰特和库里在赛季初没有进入MVP讨论,没有被选入联盟墙游,前期的球员时,他们都看到了那些, 被赛季初期,阿德托昆博,莱昂纳德等球星,的表现也非常抢眼, 本赛季MVP争夺战非常激烈,谈及库里是否能再拿MVP,伊格达拉表示不太看好,他并不是质疑队友的实力, 只是当下,在娱乐环境对库里争夺MVP并不友好,兄弟,这个问题,你的去问联盟,伊格达拉说道, 无所谓,他们说我们的存在对于NBA而言是坏事,我希望库里能尽其所能赢得每一个奖项,他是联盟最好的空位, 但是他不会得到MVP,因为他们说我们球队太强大了,就是这样,正如伊格达拉所言, 勇士在2016年夏天得到了杜兰特,今下又得到了德马库斯·考辛斯, 在外界看来,他们的强大是理所应当的,在这样一个团队中打球,库里的确难以竞争MVP, 除非他打出超级神勇的表现,杜兰特则认为,虽然库里在一支超级强队打球, 但他依然能得到足够票数拿到MVP,只是,杜兰特认为现在的评委追求新鲜感, 他们并不愿意总是将MVP颁发给一个球员,是的, 我觉得库里在超级强队打球,也能得到足够票数,前期是他们看到了球场上发生的一切, 杜兰特说道,很明显,在MVP投票中,故事性是很关键的组成, 我觉得现在MVP评选,就是想保奖给那些前途光明的球星,那些在联盟打了多年, 拿过两个MVP的球员,我敢肯定评委习惯于忽视他们,他们也不是故意的, 但他们就是想寻找下一个MVP,你必须得用类似今天这样的表现来唤醒那些评委, 库里今天绝对做到了,从一达到五。